这是凌晨6点多的广州南站 人群熙熙攘攘地涌动着 我们搭上其中一辆列车去往冒名 第一站是电白的霞洞站 返乡的人拎着大包小包 从广州坐大把回来了 这时不管是镇上村里还是城里 都开始布置各种喜庆的红色元素 不管生活难不难过 年总是要过的 冒名人自然也不例外 我们选择在春节之前 看看这座南方游城的真实模样 从游城一路到游城十路 从道路名字就能看出石油对冒名的重要性 事实上石油产业平一级之力将冒名的GDP拉得极高 但我们无法确定 这对当地人的生活具体有哪些影响 除了石油 冒名字就能看出石油产业平一级之力将冒击在山丘 在电白高地街道一个名为柯村载村的海边渔村 我们看见了与海有关的生活状态 大海 渔村 渔村 渔民 码头上露天的海鲜市场 还有刚煮熟散发出热气的虾米 很快就被晾晒成虾米干 这一切拼凑起来成了一部分冒名人的生活日常 但是冒名的海全在电白 电白之外 茂南区 华州 高州 信仪 生长在山地和丘陵中 在高州石谷镇的汤碑村 我们很幸运地记录到了一幕盛大的春根景象 一场春雨过后 承包商抓住石鸡 把村民们雇佣到一起耕种 几个月后 褐色的地里就会长满绿色的王豆 被运送到全国各地 在冒名 我们的舌尖过得很幸福 捞粉 香油鸡 鸭粥 牛杂 糖水 芒果 渐次挑战着味的承受极限 其中最值得提起的是香油 我们会惊讶 冒名人是怎样把香油给制作得这么香的 简直对别的配料太不公平了 一口下去快乐加倍 还有冒名的粉皮松软细腻 在华州我们的早餐是牛腩粉 老板娘叫姑阿姨 她拉着我们问钱的聊天 后来就有了这张牌例的照片 这张牌例的照片 就有了这张牌例的 所以证明 你猜 这张牌例的照片 就证明很大了 反正有些事都会给亚 很厉害 就会给亚 对于我们来说 每次最惊喜的永远都不是当地的景 而是人 那天上午在电白 我们遇到了一个来自高州的农师团 他们在一场开业活动上做表演 趁他们休息时 我们采访了领队的童年人 我们大部分都是学生 大学生 中间或者读管大学生 这些学生 城市这个名号 已经在茂名地区 已经全部打响了 茂名市区 还有周边人 大部分是我们拿下来做的 所以说它运营非常大的 然后我们又不断地招生 或者是招人入来训练 然后可以七场表演 同时可以继承一个文化 前程 每天同时可以赚下零花钱 什么东西打得不变形 因为它加号的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几天形成下来 我们试图尽可能地了解茂名多一些 电白这几年在外的声明不大好 但总用少数人的行为来评判一个地方 对于剩下的大多数人而言 是不公平的 偏执的单线谱 不能掩盖旋律的多样性 比如电白的建筑业发展也很好 在我们眼里 电白其实也和其他地方一样 绝大多数人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 不在不完美的世界里 当完美的酒饭 不在坚持勇敢 不在北阿会纠缠 不在太有限的时间里 不停地找学 华州是一个让我们惊喜的地方 既有气派的新式建筑群 也保留着漂亮的七楼老街 高州 我们去了石谷镇 这个全国仙墙镇 有着足够的产业 作为底气的支撑 信仪山区较多 是全神重要的山地基生产基地 而在茂名市区 我们与几位在玩cosplay的同龄人 聊了聊对于家乡的看法 从小出小就长大了 也是一个很安静的城市 不像珠三角那样子 工作完了 回来直接躺睡觉 冒名这边的话 工作完了 都可以跟好友出去玩 然后去职业宵 工作的时间不是太长 总结一点就是有空闲时间 有很多那些休息时间 不会像其他那些工作时间 安排得很紧 就是三年一线的生活 有所幸福 那反而很累 深陷很疲惫 那比如说有没有未来 两到三年或者五到十年 这种规划 就是说在家发展吗 还是 我想多跑跑其他地方 比如说跑广州 就是想去旅游这种心态吧 去玩 我们是玉珍记事 下期视频 我们会从村镇的视角出发 讲述三万分之一系列 梦名片的故事 从学生时代到青春如烟 年年都相聚在这熟悉空间 心天约时间 折腾好几天 有人要带小孩 有人工作忙翻天 还来越难 见上一面 走位的彩色与松枝的脸 话题从大梦想 换成小思念 不是不知道 我们都会别 还能握住什么 我在老去之前 守住承诺 相约不变 一年一年这样过去 一次一次聊到惊醒 没有想过 有那一年谁会缺席 把风今天没有来 我们只想